其實巴東灣古道的發覺對我們造成了很大的震撼 其實我在前面 過了四十幾歲 我不知道巴東灣古道竟然是在我們的處邊 當一個記者跟我們講說 巴東灣古道就在你的家旁邊的時候 他帶我們去現場探討 我們現在了解說 臺灣的意志故事 經濟在我們家 所以因為這種視覺對我們的刺激 我們慢慢去思考說 我們為什麼都不了解在地的歷史 所以我媽媽去找我們在地歷史 我現在發現說 其實我們那個地方在清朝時代 清朝時代有三大民變 抗爭事件 其中的東西 競然到我們地上有關 我們現在開始慢慢去做一個田園調查 去仿視地方治療 去瞭解 瞭解一些我們鎮頭的事情 所以說 今天我們幾乎把整個社寮地區的一些歷史 瞭解這麼一段 但是要找一個 因為我們太慢了 也因為說 巴洞湾古道發現 讓我們感覺到說 這是我們地方的寶 一個資產 我們現在地方涉及在發展地方產業 所以說 我就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把巴洞湾古道 納入我們地方的一個產業來成效 但是你要成效巴洞湾古道 一方面再靠一人共來逗三天 你看一方面 人的音色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慢慢培訓一頂的導覽志工 只要 後面說 有人在八山 我們可以用導覽志工來做 帶動地方 增加地方的一些收入 這是我們真的在想的 因為紫蘭公在三天 所以說 我們會很好做這件事 一個巴洞湾古道的發現 帶動我們整個地方 去瞭解整個地方的歷史 這是紫蘭公這個巴洞湾古道 帶給我們最大的文化的內行 請按消息數句 請按消息數字